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女士上妆 她看上去很像是一款正妆的效果 而且每一个位置都起到雕刻身材的作用 整体感觉非常的文本,非常的正规 甚至可以出席一些很正规的场合 比如是像一些会议等等 这款作品形成的非常有线条的效果 适合于你很多正式的场合 我们现在来介绍它的一些具体情况 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 模特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款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讲解这一款 由于当时拍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所以刚刚给大家做了360度的全景的一个展示 相信大家对这款作品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 好,它采用的毛线是由四股合成的垂肖毛的粗线 实际上这种粗线我们给它碾开之后呢 是有四小骨组成的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针用的是六号的直针 六号直针是在试针板上啊 最粗的那个孔就是它 线与针是这样的 然后你给它碾开之后里边有四小骨的线啊 每一根粗线它的直径是2.5毫米直径啊 同学们在选购这种毛线的时候 在毛线垫或者实体垫的时候啊 可以让店员给你报一下数值 另外支针啊 是钢针的规格啊 有一些竹针规格比较要粗很多 所以大家这些数值要了解一下啊 整款作品毛线用量一共是九两线 不到一斤啊 就是八两多一点 将近九两不到九两的样子啊 而且它是采用两个颜色啊 是顺色的这种搭配 两个色彩 一个是橄榄绿啊 一个是草干绿啊 这两种色彩搭在一起 同学们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啊 如果我们在编织毛衣的时候 你家里我这有很多剩的线对吗 而且存了好几十年呢 对不对 好 这些剩线呢 如果你想这件衣服的话 一定要最保险的颜色搭配啊 一定要顺色搭配 明白了吗 也就是打眼看 它都是绿 或打眼看 它都是蓝 打眼看 它都是紫 只是深浅程度不一样 这样的色彩搭配啊 看起来会非常的舒适 好了 我们现在就正式为大家介绍它的编织方法 有的同学眼尖啊 已经看到了 你看花纹 它是横向走的 我们都知道这种花纹 你竖着 你只能是竖着支啊 你横着支支不了 所以一眼能看出它是横着完成的 那么横着完成 它是从门巾往内部编织 还是从这边往这呢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啊 我们在看一件衣物的编织方向的时候啊 一定要干嘛 结合着反针来看 也就是在反针和正针的交界处来看 比如拿这款来看啊 我们就知道正针在线上支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向上的微型 对不对 如果边上最旁边这个位置啊 它并不是一个向上的微型 而是一个半针 半针里头才是一个微型 那么这位置就不是它的编织方向 正好颠倒了 应该是从这头来 对不对啊 我知道 你们在年轻的时候 哈哈 一定是 如果看到某个姑娘穿着一件毛衣非常漂亮 哎呀 她怎么织的呢 你能追着人家走出好几站地 对不对 或者一直追人家走 在边人家坐公车 你也跟着坐公车 对不对 就想研究她的衣服 如果你刚刚这点了解了啊 你就能够迅速地知道它的编织方向 明白了吗 好 由这款衣服来看啊 我们知道了 它的编织方向从哪 从门巾向内部织的啊 两边都是 为什么要采取这个方式呢 因为这样 门巾这个位置啊 最滑彩的部分 最让人着眼的这一部分啊 一眼就能够看得到的部分啊 我们给它认认真真的 很仔细的来织啊 花纹都是完整对称的啊 这样好安排 好了 那么我们一共起的块针呢 中间的深颜色 大家先甭看啊 因为先编织的时候 不涉及到深色 而是由甘草绿颜色 开始起的针啊 从这儿到这儿 才是它真正的起针的地方呢啊 好了 大家看 整体我们一共起了多少针呢 总共这一部分 41针 从哪开始呢 从这儿到这儿 哎 这个位置 是我们起针的地方啊 你看 这一粒是我们起针的地方 一共起了41针 然后 按照这个花纹来知 同学们说啊 我也知道这个花纹 但是这个花纹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排花呢 当然有了 但是时间已经到了啊 下个视频啊 我会给大家看 排花的集图啊 你一定要注意看 下个视频 我们一起啊 我们下个视频